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我对阵来自江西队的才艺 我们来看实战 好 来看实战 当时你是 我是指红方 我是选择了兵器音音 其实在比赛之前 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这番棋的对局背景 江西队是今年的升班马 就是新加入向甲联赛 他们也是得到了江西瑞昌队的支持 江西瑞昌队 在前半段他们表现得非常不错 升班马的表现也非常惊艳 当然才艺大师表现也很不错 进入到中后场 应该说在二十来轮之后 我们北京队 经济联队 应该说是排到了第一的位置 尤其碰到升班马 所以我们很希望自己继续能获得胜利 对 我们是北京威凯建设 与金环建设 河北金环建设 对 是经济联队 强强组合 对 也是希望能在联赛 我们在排名第一的情况下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这盘棋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走来的 对 江西队也是有很多绿林好汉 绿林好汉 像黎德志 刘宗泽 还有姚洪心 才艺 再加上广东的夏季大师 李宏嘉 李宏嘉 对 都是酒精沙场的一些 是 非常有经验的棋手 对 当时你是走的 直红方 我是选择了先任指路 拱兵 才艺大师是走一个对兵局 对兵 才艺大师也是代表过火车头队 四川队 还有山东队等很多队伍 这么一个很有丰富经验的一个棋手 对 是的 他当时选的那个对兵局 对兵 对兵它是希望能够局面相对缓和一点 如果走足底炮的话 可能更加激烈 是吧 我是这般棋 我是选择了马八进七 他也走的是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这个时候我当时是选择了炮八瓶九 一般这个棋 更多的选择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棋 红方选择点挺多 挺多的 这个它会有向三进五 炮二瓶五 炮二瓶六 还有马二进三 居九进一 很多种选择 等于说现在就是一个 感觉是如果走散手战 就是挺多的 当然除了你走环中炮 就是形成了中炮 就屏风马的这么一个布局了 对 那实战你是选择了炮八瓶九 好像最近也是有 不少这样的一个对局 对 最近下这个下法也比较多 黑方呢 实战它是走了一个马二进一 对 这部马二进一 应该说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是吗 对 是 赛前备战的时候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过它会下马二进一 我可能更多的认为它要那马二进三 或者是炮二瓶六 要那马二进三或者炮二瓶六 如果马二进三的话 对 我们来摆一遍吧 出居 炮二个出居 这样的话我也有可能会选择炮二进四 或者马二进一 也可能像三进五 马二进三 对 就是下成一个视像棋 是的 拉长战线的一个局面 对 对 视像棋拉长战线的 当时它走的是马二进一 它当时走了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呢 我自己想到 它肯定是有意避开我的 这个最近老夏的下法 是吧 避开你的长套 对 避开我的长套 给我来个出其不意 但是从这个棋里来说 我总感觉马二进一之后 它这个马对中族的保护弱了 要弱一些 因为你现在 不像你相三进五还飞起来 是 你现在可以随时走炮二平五 对 对 对 是 针对它的这个中路做些文章 是 实际上我是选择了 居九平八 出居肯定还得出 对方也是居一平二 这时候我就走炮二平五了 刚才我说了 我说它票了马二进一之后 我认为它的中路是薄弱的 对 所以我就摆中炮 那现在这个局面 本来是一个对兵 取的一个感觉像是散手战 对 现在演变成了中炮 对单体马的这么一个布局 是啊 那黑方这个单体马 可能业余骑手下的比较多 那单体马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就是中路 就是也是你刚才 您刚刚说的 对 是 中路这个一个问题 我弱 单体马最大的弱点 而且你这个九路炮 随时炮九均速打冰冰 反正也是对它中路 也是一个打击 对 等于说这个局面走到这里 应该说你觉得这个棋 虎猫还是挺有一个布局发展的 对 我认为这个 我是能够抓住它的中路薄弱的弱点 采取进攻的 对 那我们看一下实战 黑方是 选择了鞠九均八吧 对 它是出鞠 出鞠 出鞠我这时候在跳马 马二进三 跳马 它是向七进五 对 向七进五 补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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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贯彻我刚才说的这个思路 我认为它中路薄弱 所以我就马七进六了 马七进六 准备踩中足 它可能也得补一手 它也得十六进五补一手 不是 总归中路还是空虚 对 我呢继续贯彻我的思路 马六进五踩兵 比如说 蒋大师 你这盘也是告诉我们 齐友 怎么用中炮 对付黑方的这个反攻 单体码的这么一个补给 就是也是简明 很明快 就是我先从你中路 进行一个打击 我就看你的态度 你要是给我换掉 我这个炮打出来 那总之是多兵的一个局面 那黑方可能 不是特别乐意于 过早的这么一个接受 是 其实这个时候呢 当我踩了中足之后 才艺大师当时陷入了长考 对 长考当时我的第一感 也是他如果走马七进五的话 会怎么下反 对 马七进五如果换掉 我打掉 这么打掉 他当时的意思是跟我说 他以为自己会有炮二进五的起 这时候有个炮二进五 他当时以为自己会有炮二进五的起 实际的炮二进五 我可以还是走居一平二 他炮二进五是什么意图 他二进五就是有个巧招 他准备这样炮二平五这么下 那你只能先把它鞠吃掉 对 这样我把它鞠吃掉 打回来是带姜 它带姜 带姜这个时候啊 我有一个好奇 我如果按常理还是走向三进五的话 那它肯定够止了 但是我这个时候继续还上中炮 可以继续还上中炮 那等于是一个交换了 他可能以为能偷吃你的子 对 是 可能以为能偷吃我的子 那这样的交换过后呢 打过去我之后啊 我这个中炮还是立住了 是吧 那如果他浸泡封住你居 这个棋等于你认为还是红帮多兵 有一定的优势 对啊 这封住的话 我可以冲中兵啊 是吧 我多一个兵 另外他的马主要投入不了战斗 对 是吧 那说明这个棋 如果下到这个局面 还是红帮战定一定优势 对 所以他可能不太愿意这么走 对 是 来看一下实战 嗯 所以他当时考虑了挺长时间 对 他主要是考虑这路变化 对 以为是有个交换 有一个浸泡的一些棋 对 是 我的炮 对 我的炮 所以在最后 算了半天之后 他认为这个马七进五不行的时候 他就考虑马避开跟我的交换了 但是这不起啊 他是走了 实际上是走了马七进六 对 马七进六 这个可能不太好 同样是避开腰队 他应该走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的话 这防止我居一平二出来 对 是吧 防止我居一平二出来 应该说 虽然他少了一个中阻 但这个局面不至于恶化 不至于恶化 那说明就是 单踢马其实它 不仅中路有问题 它其实还是要防范你 不能让你子力尽快的出动 对 所以说它这个骑马七进八 要更合理一点 但是可能是不是怕你有 马五推四灯马的骑 是不是要摆一下这个变化 马五推四灯马 灯马这个时候 因为正好过不了足 过足你正好冰 三斤正好白痴了 是 但它这样可以 应该可以采进来 那你不居一平二 还是晾出去 出一平二 晾了是不是可以过足 或换我炮 是吧 我就急着跳过去 他先把炮给换掉 等于说 它有个足的反击 对 有个足过来反击了 是吧 那满一动以后 它进化还可以风居 或者七八停六都可以 对 是 那等于说 不是特别满意的红炮 是 所以说它这个 布局阶段这个 马七进八封居 好像是挺大的一部棋 对 应该说是此局面下 就是最好的棋了 最佳的一部应手 就是你居没出来 我就是要尽快给你封住 马七进八封居 实际上它没有走出这部战法 而是走了马七进六 对 它跳马 马七进六 这样的话 我就居一平二 又居又出来了 是吧 那其实这棋当时 我在现场 其实也在看这棋 我就想说 这才艺大师 不也可以封居吗 这个我这个炮继续封 但是我进六封的话 你有个G八进一桌 对 是吧 那我只能进四封 我还是要把你去封住 它如果进这里的话 我当时有可能 我会下马五进七 马五进七登下居 对 登下居 那它只能去二进一了 这次我还可以走 G八进六吧 是吧 G八进六 是吧 等于说你把它这边的 右翼的这个 这个G马炮给封住 中间压缩掉 是吧 它这个打僵是不是 它要打僵的话 我甚至可以考虑 是不是走马三进五了 就是一居二 一居二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马踩上来 是吧 这样的话 我的大子非常之活 是吧 以后你这个跳马 那我退居回来防守 跳居五过后 是不是可以有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也可以 去炮得起了 对 等于说黑方 红和一居二 同时黑方这个二路炮 还有丢的危险 是 是的 那这黑方可能很难防守 对 那看来这个选择 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 那黑方这个设计也不是 等于说它这个八路炮 不能轻易地动 一动你随时有这个 马五进七的一些手段 对 是 那等于这个局面 我们还得为黑方再考虑一下 对 当时它 等于说这个八路炮动不了 它这个二路炮要是封上 那这边的鞠炮又没根 又没根 所以它当时实战 其实走得也比较顽强 对 它走了一个G八平六 G八平六 它是想要这个 先解开这个攻势 是 在它G八平六之后 当时我就意识到 这个起洪放已经大优了 是吧 就是这个局面 你觉得 我认为大优了 因为我不仅获得了一个 中足的优势 另外我两个鞠出来 都非常明快 是吧 然后而它不仅双区跟我对峙的时候 还得避开了 对 它只是G九平八 G八平六 对 就是招牌又重复了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我只用从容的这个初子 是吧 按部就班 往前推进 我就已经占优了 对 所以实战呢 我好像是选择了G八平三吧 G八平三 嗯 你也是就是先防范 对 黑方以后 随时有这个浸泡风静的手段 是 你先把G给长起来 是 实战是财大师 是走了泡二平四 对 它泡二平四是一个对军 对 它除了对军以外 我当时还在想 说 马六进七把冰吃了 这是不是赶紧 就是以后把你中泡给换掉 那它要吃我冰 我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马五退三 踩它这个棋 有一个踩冰的棋 是 我如果躲泡 你正好有个马三退五回来 马三退五 等于又回到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冰尖马的位置 对 那如果我换掉的话 吃掉 吃掉 可能等于说 虎猫还是多一个冰 对 我还是多一个冰 并且过滑 我不仅多冰之后 这个时候 回向应该能回 我就把G退回来 什么的 你要踩掉 我不仅多一个冰 并且它的G马 位置实在太差了 对 等于说这个单体马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仅中路薄弱 它这个编码的问题 也需要这个及时的解决 是 所以就是 骑名朋友们 就是我们下棋 有时候走单体马 这个布局 就是得注意防范的一点 还挺多的 尤其是针对这个红帮中炮 你不仅要尽快出动大紫 而且你这个编码 有时候你还要成为一个攻击点 对 而且这个 以后这个编冰还要丢 是 是的 所以他这个马六镜区灯 也当前也不是特别理想 他当时就实战就是 泡二平四 对 把G对掉 他想要这样子 你也接受交换 我接受交换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认为我已经获得了优势 又多中兵的优势位置好 所以我就跟他换 其实如果你躲G的话 比如说你G八平六躲一个 那黑方也可能有一个什么 G二进九 吃你像的反击 同时黑方这时候 还有一个小技巧 我觉得 就是有一个马一退三 对 以后我这个马六推四打你 或者马三进四 这个等于说黑方 单丁马这个特点 我单丁马 我这两个马又这么灵活出动 所以财大师当时肯定是希望你 避开对击 对 避开对击 他能有些反击的手段 但是你这期还挺冷静的 你就是交换了 交换过后他 交换过后呢 其实当时我的第一个 是想我是否能马五推三 对 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马五推三 当时我的第一感是想马五推三 但马五推三 我感觉他有可能会下泡发冰漆 那你马三进一不是又吃个冰吗 马三进一 马三进一又吃冰的话 这样的话 他过一会儿马可以保留这个马 不踩中 对 不踩七路冰 他马在高马随之 说不定还可以换我 换我马踩中冰 踩三路冰 等于说他的子比较浑 这个子走得有点偏了 对 就为了吃个冰但是中冰还会丢 对对 所以有一些滑而不实 是 那么实战这个时候 我看你也是在经过了一段的考虑啊 那么这个局面下 就是洪方在多冰的情况下 我们蒋大师在中局是如何进取的呢 请民朋友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好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带来这个蒋川大师直红 对阵江西队才艺大师的这个中局的一个片段 我们来看一看 是 刚才我说了 如果马五退三这么换掉 我感觉他有高马嘛 是吧 对 所以实战呢 我也不急于换子 实战我是下了四四进五 先补了一手棋 对 看一下黑方的态度 对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现在 现在就如果踩我 我再踩他 我这么下 对 等于你保留了马三退五一个高位的 是 高位的嘛 虽然我是丢了一个竹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棋的竹的优势已经够大 过一会儿他这些兵都在在我的嘴里 对 所以我不给予 对 黑方呢 现在是面临着少竹的这个一个威胁 是 他也是没办法 他也是赶紧躲开了 他抛八平七 抛八平七之后 虽然我是马五退三踩竹的棋是没有了 对 但同时啊 我这个中路可以踩去进攻了 对 实际上我是走了兵五精英 我准备中路进攻了 这也是打开局面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方式 对 是 他当时是走了一个马六退四 马六退四 他想要这个 逼迫你这个中兵表态 实际上我再兵五精英 他又吃掉 吃掉 这个时候我是走了拘二进四吧 你是直接给他换掉 我直接换掉 对 我如果拘二进四 我过后看他会随时有炮四平三什么的打门弓 对 而且他现在不是蹬着你兵吗 是 对 所以你是进行一个交换 交换 这个交换还挺简明的 是 因为这个兵直接冲下来就靠出向了 对 靠着中向了 对 这个棋有时候就在中局这个对杀这个局面下 对 是怎么入局 是 这盘棋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棋力 对 这个冲兵 是 那么他当时走的是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他是知道你中兵太厉害了 是 索性赶紧把你赶走 赶走 这时候我是走了拘二进四 对 拘二进四 先手抓马 看他态度 对 他马三进二跳什么 以后马三进五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对 所以他走了一个足三进一 他这个时候还不能先走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正好可以拘二进五 对 拘二进五 对 他这马位置很差 他只能这个足三进一先堪入 对 足三进一 这个时候呢 我是当时是走的泡九瓶 你是平五进一 平五进一 吃掉 对 这是空下 你这个时候其实要我们来看 有时候就是 蒋大师这个期有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兵 是不是保留中兵是吧 对啊 就有点可惜啊 比如说走什么G2平五 G2平五 或者说我走一个什么兵五平六 就是说我总觉得我这兵很大 我就是先不要着急换 但是这个期 我感觉你这兵五进一走的挺果断的 对 因为我认为兵五进一之后 我可以迅速地组织起来公式了 对 所以说我就直接拱向了 就是说在终局阶段 我们要 就是说按你的形式判断来讲 你就觉得就是说我 一个兵还一个像 让黑帮的这个视像 那个不工整以后 就是已经有一些进攻的手段了 对 对 这个就是说 在什么时候这个进攻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手法 是 那你兵五进一就直接就吃相了 我们来看后面精彩的那个棋局 它飞掉 飞掉 然后你走的是炮九明七 其实这个棋啊 我还有一波 比较直接的好棋 我后来自己分析 是 我可以直接马三进五跳起来 直接就先气个马 我可以直接气马 对 那他也只能马三进五吃掉 他如果马三进五 我就炮五进五 打僵 打僵它不能四五进六 四五进六我取炮了 炮九那只能四五进四 这时候我可以走G二平五 等于说又炮五平七吃 炮五推四 对 炮五推四 这样的话可能进攻更加快速 是吧 等于说他把水还得丢回去 是 那丢回去肯定是你白多俩相的 气肯定是优势 对 对 是 实在呢 我并没有走出这个招法了 可能比较球稳了 是 是有一些球稳 但是由于我这个中路啊 把它向拱掉之后 我确实位置实在很好 我炮九平七 炮九平七 是什么意思 也防止他马三进二 炮九平一 对 一个是防止他马三进二 一个我感觉他这个旗啊 动不了 大子全部动不了 他这锯也长不起来 对 随时我将它就回去 是 他如果动马三进四的之类的话 我可以炮七进三打出去 这底下有闷弓虾 对 是 所以他当时也没办法 走马三进一 没办法 他走了马三进一 马三进一 这个时候我就继续炮七平八 炮七平八 我准备走炮八进五了 进五这有一个打向的旗 是 对 那他马一退三 马一退三 马一退三呢 看似是防止了 我这个炮的进攻 但是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 马三进 我更不用弃子了 也不用弃子 顺势上来 看来就是这个 一个兵换完 一个像以后 黑方这个中路的压力 真的是太大了 对 是 这个旗 已经挺难防守的了 是 但是我们也得给黑方 出入主意 对 还有什么顽强的一些 防守的手段 比如说那这落相可能是不予考虑的 落相我就马跳进去江了 江 江马四进六 叫绝杀了 江他得颠炮这个跳马一个绝杀的旗 是的 那他聚六斤二看上呢 聚六斤二我也可以打江 也可以聚二斤五江 江他还是 对 好像挺难办的 挺难办 他如果退市的话 我还是可以跳马跳进去 对我们来看一下 他退市 你马五斤四江 马五斤四江 然后他补一手 不是 我可以马四进六 对 那还得准备俱乐精一桌一下 这有江 对 江可以泡八瓶六 累炮 是 对 而且这中相还马其队我还蹬着 是的 那这个旗不行 那将军的时候我要是电炮呢 电炮的话 这个 这时候也能打江了 对 你还吃的话 他吃一江的 泡八瓶五 是 就也丢了 对 等于说 等于说这个局面下 黑方肌肉精二是不行 是 但是马三斤四也不先守 丢止了 马三斤四白施了 对 那他实际上也是 拼六斤六 对 他也是抛出胜负手的 抛出胜负手 胜负手这样的话 他可能希望你打一江 他希望我打江 打江正好出江了 正好出江 这个时候反而有时候 不要太着急将军 不着急嘛 对吧 这个还技巧 你当时是 我当时是走了 先进居江 进居江 那他落势你又马五斤四江 抽炮了 抽炮 他只能电炮 所以他炮五退二 炮五退二 这样我是炮五进五 打江江 炮五进五一江 一江 那只能落势 只能落势 否则我吃炮是先手 这样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也是 我如果更积极一些 我可以走马五退六之类的 马五退六回马 但我也感觉 引起不闹事嘛 对 能稳住了 因为我就吃炮了 选择交换 尤其是缺项 缺项炮炮工 对 缺项炮炮工 对 所以你就 G二平三就讲话了 对 实在呢 他是叫交换 交换了之后 我是走了炮八平五 炮八平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他马二进三 他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这时候我也是 引起不闹事 我走了G三退四 G三退四 主要看一下 这个G双炮这个残局 双炮兵的残局 对 这个时候 财大师是走了 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他也想运用两个马 马三进四 当时呢 其实我第一 感觉 一闪而过的感觉 我是看看 能不能像这个 炮五平二将 炮五平二的话 当时我看他 他马三进五 我如果将 他就上老将了 上老将 我如果用向飞 不管向三 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 他可能马四进六 这么跳进来 他还有个 巨马反击 还有点反击 等于这个局面 其实也是你是 多向 占优 但是黑方 有一些反扑的手段 是 有一点点反扑的手段 肯定不愿意 下降这个局 我不愿意 所以实战呢 我就是走了 炮五退二 我就炮五退二 不让他的马 投入战斗 对 那他当时 这个责也没得动 他马三进五 现在不行 那你炮五退三 打回来 打回来一将 这个马要丢 他索性就上了 他上了老将 上老将之后 我这个手也不给予 不给予打回来 一般就想着 就是将军 一般先吃兵 对 他还是有些反击 我感觉 虽然我物质力量 也是占优 但我总感觉 他马扑进来 没有必要 所以你要是控制这个棋 选择这个走法 就比较 对 就希望这个走得更严谨一些 所以我就打了一将 那他索性上三楼了 他如果下降的话 总感觉白走了一步 他肯定不肯 对 刚才都是从这里上来的 所以他这个手只能上来 上来的话 我走了G3退2 我再拔回来 这个以后随时 我可以有G3平5的起来 G3平5将 如果他不动 轮到我走的话 我就G3平5了 他如果出这边 我可以将他 是吧 出这边 我也可以用泡罩 对 等于说你是用 巨双炮来组合沙法了 对 是的 所以财大师呢 这个肯定是看到了 所以他就把3进5 这时候也是无奈的 对 他只能这么交换 交换 交换 打回来 我是先打了两 没有 我是直接打回来 对 你是将军 他是G5平6 对 G5平6 其实我觉得这个棋 就这个局面下 我觉得就是 先披江是吧 不是 不是先披江 就是这个局面下 我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挺想 跟这个棋友们 这个分享 就是说我知道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走这个炮五平二江也好 对 然后或者是炮打兵也好 就是因为在残局阶段 尤其是黑帮少甲相的阶段 炮是在那个后方 是 进攻威力更大一些的 对 就是残局要炮归家 就是说炮不要在前面 要炮在前面的话 你记到兵得走很长时间 才能引起 那这盘棋就是你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棋 大家就能明白了 就是在这个阶段下 对 然后它只能 慢慢进入给你换了 是 否则你这个双炮 那之后你就炮五退三打一江 那它就很痛苦了 对 等于说你的炮是在中路 在自己的后方 反而威力更大一些 是的 比这个二路炮什么的 威力都要大 对 那它只能进入平六 先守一个泪 先守泪 守泪这时候 我经过计算 我认为可以 采取最后的总攻了 对 我就直接就聚三平五了 江 那它只能降五平六 不能降五平四 降五平四我肯定 平四这个马丢了 我就炮五平四 你当时 我先走了 鞠五退一 我当时如果 你这还有一个过门 它可以有鞠六平五 对我的鞠 有一个对鞠 有一个对我的鞠的气 我肯定不愿意 实际上我是先过了这个门 我先走了鞠五退一 让它马先定位 它马四进三 马四进五也 都差不过 如果马四进三 我也跟实战一样 马四进三 我也会走炮五平四 马四进五 我们看一下实战 马四进五 我走炮五平四 一江 江 这兵也不用管 它只能鞠六平七 像我走炮四推二 炮四推二 炮四推二 我接下来就可以 四五进四了 是吧 眼看着我四五进四 是吧 它就没办法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鸡炮 炮龟家的下法 对 回去的啥 就像刚才 我就是想跟徐友们分享 就是说 它前面为什么不走炮五平二 或者是炮五推二以后 炮五平七打兵 这个时候就不在于 这个一个兵 一个足的物质力量 我觉得这盘鸡 给我们提供的思路 就是怎么针对单体马 从中路进行一个攻击 是的 同时呢 有时候在残局时候 尤其它老将位不合的时候 我们炮要在后方 而且这个鸡 它现在也没得解了 对 它这个马五 马五进七 要是跟上 马五进七 我也可以试五进四 这个杀法 大家也能看出来 它要吃掉 我可以 对 等于说也利用了老将 对 利用了江帅的 所以说 推这个炮的威力还挺大 它如果走足三进一 我也可以试五进四 也可以这么杀 对 也是这么杀 对 其实这个棋 这个典型的一个杀法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刚才 如果马在四路的话 马在四路 你也是江那么回 也是一江 一退回来 一退回来 它也不能走马三进四 马三进五 还是只杀 因为这个棋 我老将能露出来了 对 如果我像在这些位置的话 可能还一下子僵过死 对 正巧这个位置 不过这个棋 我觉得这个残局 这个很典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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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 加上这个 这样的这么一个组合纱 我们给大家再简单介绍 一个 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 黑帮这个老将 如果在二路的话 这个棋行不行 这个棋呢 黑帮也是 马三进四 什么都不行 它只是江 那黑帮可能是不是 多了一个十六进五 对 有十六进五 它可能就容易防守 那么这个棋 其实也 我觉得讲大师 给我们讲讲这棋 十六进五 红方怎么进攻 如果十六进五 但在这个局面下 因为红方可以马上进攻了 它也可以走十五进四 对吧 那我要支持呢 我可以居五进二 这样是吧 那我要是再 你要支持 我可以先吃一将 吃一将再退一 老将骆头 对 吃这样 那我退居 要是看上这个居 你看我可以退市了 是吧 对 正好 那我正好落市的话 鸡就丢了 对 所以说这个局面 我觉得挺有 我们研究杀法的时候 挺值得回味的 这老将在三路 在二路 这个狙炮的威力 都挺大 对 是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炮 退回到底线 当时是这个局面 是吧 这个局面 然后财大师 当时也是很无奈 我看他考虑了一会儿 对 然后当时也是 就只能投资认赋了 是的 因为在马五进七 这样子 也都没办法防守了 是的 所以不过 我觉得这盘双方 也都下得比较精彩 而且 蒋大师 你的自占姐说 这个下得很好 给我们一个 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思路 所以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 继续的关注与支持 然后希望 其名朋友们 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 关注 关心我们的节目 好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 再见